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藝人張景淳入行18年 憑著愛回家之開心速遞 與呂惠儀合演的宮水戀 可謂是目前演藝圈公認的最佳CP 不過張景淳就自認性格偏正 在娛樂圈生存比較吃虧 在我們娛樂圈裏 有些人說兩成是你的表演 兩成是表演的質素 八成是你做人 你多厲害做人 我覺得這一行正常來說 藝人需要多一點 交際應酬的能力 社交能力要高一點 我這方面的確是弱一點 我覺得未必有一些人走得那麼快 或者他們可以伸展得那麼遠 這個我看到也覺得 fair 因為我選擇了自己的感受 或者忠於自己的性格 來換掉那件事 有一段日子有試過的 但是我人都去到現在這麼大了 最後發覺人生其實 你最後一定是要回到家 睡在床上自己 不要討厭自己做過的事 不要討厭自己的樣貌 那個款 你才可以安心去睡覺 才可以安心你 可以繼續面對明天的自己 因為我完全不擔心做到那些人 我覺得他們很厲害 我只是 admire他們 但是他們就是忠於他們自己 我忠於我自己 我會覺得我自己的分數 就好像有些科 可能是A 有些科可能是D 這樣 圍你上來 我覺得是一個中等的分數 滿意嗎 滿意嗎 我不可以用滿意去看自己 因為如果一旦這樣去想 我就會不開心 因為其實永遠都會想好一點 不是沒有想過的 有想過的 但其實現在我覺得 這個時勢真的不輪到去想 有很多人都說 其實現在可以長期有一個很 stable 的 在演藝圈裡面長期很 stable 這樣做戲 是一個很難得的事 我自己都覺得是 因為並不是說機會處處 現在 疫情 我想影響整個世界 但是我就算不在香港 我說 你敢去其他地方 這樣 到處都是 現在我覺得 大家很觀望式 很封鎖著 project by project 去試 對 而不是說 我們整個圈 復蘇 但是 我始終可能是因為 這一兩年的世界 變得太多 令到我覺得 很多東西不是 不是你想就想 必須要自己 prepare 無論是真實的 具體的 skills 還是我的心理準備 人在不同的 stage 可能要的東西都不同 又或者 反過來這樣說 如果我要 continue 到我演員的 career 可能我必須要做多樣的 可能我就必須要去做生意 來消除了我 可能做演員的一些 覺得 沒有安全感的感覺 那我就可能 反而可以 很放鬆 很沒有牽掛的去做演員 暫時現在都有一個幼稚的想法 就是覺得 的確就是50歲 最後就是50歲 為什麼50歲呢 我真的要講一下 同劇的袁文傑 因為以前我會覺得 50歲是好像很大的一個年紀 但是 近年我見到越來越多50歲 哇 看起來這麼帥 這麼年輕的 或者是 余文傑就是 哇 這麼高 很大的英俊 又有型 都是50歲的 他也是50歲才結婚 那我就覺得 啊 這個就是我的New Benchmar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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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